最近几天,吉林地区持续降温,山间凛冽的寒风打在脸上,犹如刀割。 集铁、吉林公务段、吉林桥碎车间的破冰小队每天都要背着沉重的装备,步行前往几公里之外的铁路隧道除冰。 位于长途铁路线的老野岭隧道,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,距今已有百年历史,这也是通往吉林沿边地区的交通要导。 这条隧道全长1778米,附近地理环境较为复杂。 每年从11月份开始,隧道裂缝处渗出的山体积水冻结成冰,会对隧道边墙、倒床、水沟盖板结构造成损害,威胁行车安全。 破冰人需要用尖稿、垫稿、打冰干、清除鸡冰。高强度劳动对体力是极大考验。 在灯光照明下,队员们挥舞着工具,建起的冰茶四散,他们要随时注意迎面飞来的冰茶,防止脸被划伤。 结实的冰面很快被敲出碗口大的裂口,工具与冰面的撞击声在隧道里回荡。 工人们说,在隧道里,劳动视线不好,一旦掌控不好尖稿的着力点发生偏滑,很容易出危险,所以他们会轮番上阵。 调度士会给他们留出天窗时间,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。 这里边的碎冰,我们每一天必须都将它运出洞外,因为如果不跑出不当日运出洞外以外,以后这些碎冰就会凝结成冰块。 第二天就会造成万印道陷入,会影响我们的行车安全,所以我们必须做到细致游戏。 搬运的冰块不仅沉重,也会带走破冰人的体温。 队员们搬运时要注意合理使用体力。 连续奋战三小时,破冰小队又完成了一次除冰任务。 张继波计算,他们每次除冰用时一到三个小时,会清除清理机兵数千斤。 为了方便工作,几公里外的村屯有工人们的宿舍。 临近春节,厨艺颇家的工友主动炒上几道小菜,温暖的房间里洋溢出年味。 他们将在宿舍里补充体力,为第二天的除冰作业做足准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